《彈爵》女性角色的統稱 而行內又習慣抽鋪 年輕女性角色為花旦 《彈爵》有貴有賤 可聞可舞或正或邪 而在六誌志中 《彈爵》會根據戲份的比重而劃分 正義花旦即全劇的第一女主角 至於二邦花旦便是第二女主角 在大家眼中 樂劇中花旦的角色 她們的妆容是非常地娇俏 戲服華麗 不管是演名門望族 還是大家歸秀 還是經國英雄 她們的一舉手一頭足 都會散發著迷倒眾生的射人魅力 但大家卻忽略了 她們在背後付出的 汗與泪 傷與痛 《彈爵》行蕩可細分為少女 少婦角色的花旦 中年婦女的正旦 老年婦女的婦旦 灰鞋滑稽的女丑 男生反串的男淡等等 正義花旦大多是演文雅淑女 和經國英雄的正派人物 二邦花旦主要是演刁蛮波辣的角色 至於三邦花旦則扮演著最為觀眾憎悟的反派人物 因而細航有逢三難演的諺語 我們知道這個樂曲一點都不簡單 很複雜 包括很多比如唱念作答 所以剛開始學的時候 是不是花了很多的體力 還有心力去研究 很辛苦 對 您跟我們講講 都經歷了一些什麼 師父叫做開山師父 首先學習了拉山師父 我們叫做開山師父 開始我們要練功底 壓腿、踢腿、走圓桌 練踩橋 踩橋叫做扎腳 扎腳最辛苦 要點一枝香 要站到那枝香圓了 你才能離開 就是基本功的練習 是基本功 還有學一字馬那些 那些很辛苦 變成找一條大木推到一字 所以小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枯燥 很辛苦 有沒有想要放棄 天天晚上都哭 那時候都沒有要放棄嗎 沒有 還是覺得可能會有一些 因為我媽媽喜歡 一定要學 在梨園縱橫馳城半個世紀 演活了無數花旦角色的 資深樂劇名名李鳳 歷盡起爹 嘗盡心酸 看透了事情 除了不時擔當做正義花旦外 即使是二邦 甚或三邦的角色 同樣親力演出 在梨園縱橫馳城半個世紀